中国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十分强劲 虽然归功于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 但是随着今天唐纳德·特朗普的旧职 中国面临着一些政治风险 走强只是短暂的吗 第四季度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 超过预期 这是增长稳定的信号 虽然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年增长率 但是它确实是在政府6.5%到7%的目标范围之内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2016年消费占GDP的64.6% 房地产开发也有助于增长 总投资增长6.9% 然而随着今天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旧职典礼的进行 就会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对此表示担忧说道 我相信一旦他就职之后 特朗普先生将会从符合双方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将继续拓展两国长期以来的合作 特伦比亚大学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专家 安德鲁内森就两国的关系说道 我认为你可以说我非常的沮丧 我感觉很不好 不知道领导人在哪里 或者他有什么意义 又或者说如果特朗普只是跟着感觉走 这让我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感到担忧 在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北京方面的审查员已经下令降低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报道 《金融时报》看到审查指令表示 禁止网站进行直播或者是使用图片来报道就职典礼 对于在线媒体来说 也不应该把事件顶制 而是要在主页顶部广告的位置邪迷 评论新闻请谨慎 不要使用负面的恶意的用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我是希勒斯塔斯金娜 请持续关注《独高思维电视》 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